椰子乐剧,好剧每天更新 张颜身为太皇太后她是孤独的 因为最近晚年失去老公 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她又是个家庭妇女 一直没有权力在手 但是儿子死后不同了 儿子怕若微夺权 就在此前赐给老妈摄政的权力 人一旦有了权力就开始变了 张颜因为不了解政务 所以在朝堂上就是个摆设 凡事都得若微决断 她都插不上嘴 搞得她没面子 一直想找回面子 这不滴滴张克姐就投取手号 她用激将法 让老姐帮自己提拔自己 成了边境的大官 后来她为了敛财 竟然杀害边境的莫名 张颜得知后竟然这样说 你是怕打仗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但要打现在不是时候 都打上门来了 还挑时候吗 真是一作惊无疑了 而孙子诸邪正也被她带偏了 小时候她是这样对忠邪正的 真是想得出来这个主意 那么大的太阳 晒坏了怎么办呢 忠邪正听到边境的事情后 是这样 一个小小的瓦剌 真敢伤害我朝臣民 算什么东西 这祖孙俩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张颜老了 老了变身作惊 她对孙子说 咱们一起作惊来吧 孙二威和她翻面后 她就变身这样 以至今日有女主谋竄之时 列祖列宗有灵 非我成之 真是不作死不能死呀 估计张颜元离下线不远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 就跟小编一起追剧吧 这皇上 真是要做 那也非得等你死了不可